我们知道糖尿病是可以分为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二型糖尿病相对来说病情轻微一些,可以采取进行饮食控制和运动疗法来稳定血糖,就可以控制病情不会出现病发症。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两型糖尿病如何稳定血糖,二型糖尿病应该怎么稳定血糖,必须掌握八个小窍门。 小窍门一,不要错过任何一顿饭,其实糖尿病并不是就要采取节食的方式来控制血糖,而是要将热量均匀的分布。 在每一餐的饮食中,糖尿病患者是不能错过早餐的,三十五餐和晚餐不能吃太多的食物,否则会引起血糖水平大幅度的波动。 除了一日三餐以外,还要加烧两顿有营养的加餐,这样能够帮助血糖水平,保持在稳定的状态。 小窍门二,食用全力鼓舞,二型糖尿病患者应该多吃一些大麦和黑麦以及燕麦等高膳食纤维的食物。 这类食物含有可容性膳食纤维,能够增加微排空的时间,就可以有效地缓解血糖波动。 小窍门三,多吃新鲜蔬菜,二型糖尿病患者还要多吃蔬菜,应该多吃不含膳食纤维的非电粉类的蔬菜,比如黄瓜和胡萝卜以及花椰菜是很没错的选择。 这样的蔬菜能够帮助防止血糖水平升高,同时还能够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 小窍门四,用肉桂做调料,其实肉桂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调料,是具有一定要效作用的。 经常使用肉桂可以降低空腹血糖水平,因为肉桂能够起到刺激一些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作用。 小窍门五,每天吃点坚果,二型糖尿病患者每天可以适当地吃一些核桃和开心果,以及腥原等坚果类食物。 这类食物含有健康的脂肪,能够有效地缓解人体对糖分的吸收过程,但是对坚果类食物的摄入量是应该严格控制的,因为即使健康的脂肪也含有一定量的热量,所以不能过量吃坚果类食物。 小窍门六,是当喝醋,有研究发现,喝醋能够延缓人体对糖分的吸收和利用,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水平,还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所以二型糖尿病患者在美餐可以适当地喝一些醋,能够稳定血糖。 但是有肠胃病的糖尿病患者,还是不要盲目地喝醋了。 小窍门七,不要控制饮酒,糖尿病患者最好是不要喝酒。 如果实在要喝,那么就应该在喝酒前吃一些东西,千万不要空腹喝酒,否则会引起血糖水平在两天时间后迅速下降。 小窍门八,提前计划,对能够预测意外发生的事情,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应该随身携带一些健康的食品,就能够及时补充月亮,以防止血糖降得太低。 二型糖尿病患者,最好是随身携带菇菇棒,或者葡萄糖片。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文TG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